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九字是指九种世俗字 也就是指从御界定开始 然后再加上色界四种禅 然后无色界四种定 所以总共有九种禅定 这个是九种世俗字 这一品提名是 其实他提名叫九字品 可是并不是在解释这九种世俗字 而是他首先从一个问题 导出是否有未来法之德 他的问题是说阿罗汉他正禁制的时候 他是否在那个时间 顿得未来九种世俗字 从这个问题来探讨 是不是有未来法之德这样一回事 那这一品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德 德是在佛法的诸法分类里面 他是放入第四位心不相应刑法 也就是他既非心理性的 也不是物质性的 德我们把它解释成是一种作用 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就像是绳子一样 这个绳子是将两种东西把它联系在一起 德就像是绳子 把两种东西联系在一起 哪两种呢 一方呢 绳子的一端是众生 是我们这些众生 绳子的另外一端是诸法 这个中间的这个维系的绳子就叫做德 那德就是把这个法 让他绑在众生身上 使众生他能够得到这个法不失去 所以每一个法都有他的德 德有无数个 每一个法都有他的德 那为什么会有德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其中一个理由是讲到说这个有学圣人 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这个无肉心的状态 他还是会生起有肉心 那当他生起有肉心的时候 他跟这个凡夫是不一样的嘛 那我要解释说 为什么有学圣人他起有肉心的时候 他跟凡夫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他过去所修成的东西 虽然现在不陷起了 可是这个他以前所修的 这个现在不陷起 这个成为过去法了嘛 那未来也将陷起 这个是未来法嘛 就是说 这些法当他成为过去法 或者是未来法的时候啊 他都有德 把他绑在这个有学圣人身上 所以啊 他跟这个凡夫就不一样啦 凡夫并没有这些过去未来无肉法的德 凡夫没有啊 有学圣人有 所以即使现在呢 就他们的心理状态啊 好像是一样 但是你不能说 这有学圣人就跟凡夫没有两样 并不是的 因为他过去所修得的 未来将生起的 都是不会失去的 这样各位理解吗 所以我常常喜欢用图示的方式啊 来表达 这个我们上周已经有画过了 但是我再稍微的复习一下 在杂阿寒经里面 他曾经说到啊 这个 这些圣人啊 跟凡夫之间的不同 在于哪里呢 他说啊 阿罗汉啊 他的性境念定会啊 是非常锐利的啊 性境念定会 如果这五根啊 圆满而锐利 这个是阿罗汉 那如果叫阿罗汉的五根再软再裂一些的 这个就是阿纳汉 那如果五根比阿纳汉啊 再软再裂一些的 这个就是司陀汉 那如果说 比司陀汉所具的五根再软再裂一些的 这个叫做虚陀汉 那如果说五根啊 一根通通 就是五根通通都没有 连一根也没有的 这个叫做外凡夫啊 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经文有讲过 所以阿 有学圣人期 有漏心的时候啊 它是没有五根 现在这一刹那是没有五根的 那经典不是说到啊 说这个凡夫 外凡夫啊 是全无五根啊 那难道他们两个就一样了吗 有学圣人就等于是凡夫吗 当然不是啊 所以现在要解释说 为什么有学圣人在骑有漏心的时候 他也不是凡夫 那用德来解释嘛 现在啊 这个姓静念定会啊 我说他是过去的 因为现在没有生气 现在骑有漏心啊 有漏心跟这个无肉五根是相为的 所以现在他不会有 他是成为是过去法 那他将来还是会有啊 他已经是有学圣人了嘛 所以呢 他是过去未来的姓静念定会 姓静念定会都是不同的法 一个一个法嘛 所以每一个法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德 我们刚才提到呢 德啊 在诸法分类里面 是属于心不相应型的范畴 这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范畴 那为什么要讲道德呢 其中一个理由是要说明 有学圣人骑有漏心的时候啊 他跟凡夫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样不一样呢 因为他的这个过去 成为过去的这个姓静念定会啊 并不是就这样子 呃 跟有学圣人没有关系的 他们之间啊 有德在联系着 姓静念定会已成为过去 可是啊 有德联系的 把他系数 把他绑在这个有学圣人身上 使他和凡夫是不一样的 因为凡夫啊 他并没有姓静念定会的德 他并没有这样子 所以两者不同 那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过去的东西啊 我们保持着容易理解嘛 对不对 那讲说未来的东西都还没有生起 怎么说他已经绑在这个众生生 就绑在这个有学圣人身上了 还没生起的 为什么说他得到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品的主题啊 叫做未来德 诚实论 俊摩罗斯他翻未来德啦 但是他主要的意思啊 是指这个未来法的德 怎么样被众生得到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未来法能不能被得到啊 诶 什么叫做未来法能够被众生得到呢 我以前啊 能够想到的例子啊 看各位能不能再帮我想想看 我上个礼拜讲的例子就是说 因为我妈妈生病嘛 那以前会有这个 在76岁之前啊 都会有给付这个医疗的这种保险理赔嘛 那反正啊 他只要住院了 钱还没有下来 但是你知道 你得到 你有这笔钱了 就钱还没有啊 实际上不是在你的手上 不是在你的户头里面 可是你知道你有了 所以说这个叫 这个有点类似我们讲的 未来法之德 未来德的这样一个概念 还有什么样可以举例的呢 我的意思是说啊 这么抽象的概念 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比较 比较贴切的辟域啊 让大家能够了解 因为陈时论他的立场是说啊 你辟域不能找到 没有办法找到完全一样的 没有办法找到完全贴的 但是相似能够让人理解 这样就可以 辟域没有办法每一个细节都吻合 各位如果看据色啊 第一次接触啊 会觉得非常的辛苦 据色论里面啊 他有提到 三世法各有三德 在据色论第四卷 所以蛮前面的 应该大家如果有上过据色中 应该会学到 三世法 过去现在未来法 过去法 它有过去德 现在德 未来德 就是说这个德啊 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 还是在未来 过去法有过去德 就是说 法已经成为过去嘛 那它这个 这个德呢 它也是在过去 那它跟过去法之间的一个时间 先后的关系啊 各位就要忍耐一下了 德跟过去法之间的一个先后关系啊 过去法和过去德之间啊 它的先后关系有三种 法前法据或者法后 就是说这个德啊 它可能是在过去法之前就得到了 或者说啊 这个德啊 是跟法据就同时 跟过去法一起得到 或者说啊 这个德啊 是在过去法之后得到 过去法有现在德和未来德呢 这个德啊 只能在过去法之后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是法后德 能不能理解啊 这个德是在过去法之后 这个德是在过去法之后 现在法又有这三种德 现在法最容易理解了 过去德 现在德 未来德 那这个过去德和现在法的关系 这个德在现在法之前 因为它已经号称过去了 所以是法前德 这样能够理解吗 那现在德和现在法的关系 这是同时的嘛 所以叫做法聚德 那未来德和现在法的关系 它已经既然叫未来嘛 所以是现在法之后啊 叫做法后德 所以现在法是最容易理解的 那接下来讲到未来法 这个又是最抽象的了 过去现在我们容易理解嘛 未来就很抽象 因为还没升起啊 它同样啊 有过去德 有过去德 现在德 未来德 那过去德和未来法的关系呢 这个德一定是在未来法以前嘛 所以是法前德 那现在德跟未来法的关系啊 他在未来法之前嘛 所以也同样是法前德 那未来德跟未来法之间的关系呢 就不一定了啦 可能是法前 可能是跟这个未来法同时 可能是在未来法之后 那我们九字品啊 他要探讨的是哪一种呢 他要探讨的是未来法 未来法的哪一种德呢 现在德 九字品要讲的 要探讨的是未来法的现在德 未来法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升起嘛 还没有升起的法 在现在啊 被众生得到了 九字品啊 他所探讨的这个未来法之德啊 他是针对现在德来讲的 也就是说 还没有升起的法 在现在被众生获得 如果按照经部的解释啊 他是说啊 我们现在得到种子啦 有部不讲种子嘛 那如果经部要解释这样的概念 他说你现在得到种子 得到潜能了 现在虽然还没有升起 可是你已经有那个种子跟潜能 未来法的现在的啊 又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 所以你会看到有个词叫做未来修 未来修就是指说啊 未来法在现在修啊 就说各位会在据色论看到这样的 一个名像 未来修 不晓得各位读剧色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这个九字品里面啊 他有阐述了 他有稍微指出有部的意见 那其实这里面有部所说啊 在据色论第26卷里面都有提到 所以各位如果这品不懂 不了解说有部的说法 你可以去看据色论第26卷 所以这里他据色论呢 他们对不起 诚实呢 他们他提到了有部的一个观点啊 讲到阿罗汉他正静置的时候 他说啊 这个 这个还没有生起 在未来的这个预界定啊 乃至于 未来的飞翔飞飞翔处定 因为太多字了 我写有顶定了 有顶就是飞翔飞飞翔 他已经是三界之顶了 九种四俗字 欲界定 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空无边处定 四无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飞翔飞飞翔处定 这叫做四俗字啊 他已经被这个阿罗汉得到了 阿罗汉得九种未来禅定哦 但是他现在未必能入定 他得的是未来禅定 现在要他入定 他不一定能啊 要看他自己禅定修到什么程度 在诚实论啊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你说他得了未来禅定 然后你说他现在啊 你说他得这个未来禅定 然后现在不能入定 是什么意思啊 诚实论批评说啊 就好像一个人啊 他说他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 可是他一个字都看不懂 诚实论批评觉得有部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太太奇怪 那经部的解释说 他是指这个阿罗汉啊 他正经济的时候 他所有烦恼也没有了 障碍禅定的五概也通通都没有嘛 他没有烦恼 没有五概 他要修禅定 他一定能证嘛 所以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 烦恼通通都没有 他具备了四禅八定的潜能啊 是这样子理解比较容易 这样子解释比较容易理解 可是有部他就用了一个德未来法的概念 阿罗汉真进制的时候 顿德或者说他顿修未来九种禅定 但是现在不一定能够入定 比如说像虚师谋或者意为虚身 各位还记得虚身吗 虚身道法对 在佛教中卧底的外道嘛 那才出家两个礼拜 就有比丘在他面前宣称得阿罗汉 那虚身就问他说 你是依哪一种禅定的阿罗汉呢 然后呢 这个阿罗汉回答说 他就是说他没有虚身所讲的这些出禅 乃至无设定 那虚身就质疑说 你说你得这个阿罗汉道 你又说你不正禅定 这个是前后矛盾的 所以虚身就去向佛陀请教这个事情 佛陀就说 这个是先知法柱后知涅槃 那这个阿罗汉说 他说他是会解脱阿罗 对不起 应该是说如虚身经里面所讲 不是指虚身啦 如虚身经所说 虚身经里面的这个阿罗汉 自称是会解脱阿罗汉 那就有论书讨论说 这个在经里面这个会解脱阿罗汉 说他不得出禅 他得这个他正罗汉 那他到底是依哪一种禅定呢 各位还记得吗 虚身经里面的会解脱阿罗汉 是依哪一个 有两种解说 第一个是诚实论说依欲界定 第二个依有部说是依出禅前的未到地定 有部认为说 这个依欲界定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换句话说这个阿罗汉 虽然都这个同样的果位 但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定力是不同的 有的只有欲界定的定力而已 有的可能他非想非非想出定 有的甚至是第九次第定灭尽定 所以像这种依欲界定的 你叫他说现在能够入定 入什么初禅二禅三禅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部的意思是说 当他烦恼断境成为阿罗汉的时候 他这个证禅定是无障碍的 没有障碍 所以他当下具备了这个潜能 就是说如果阿罗汉 他想要修四禅八定 没有理由证不了 但是在诚实论里面 他反对这种未来法 在现在被获得的概念 然后又提到第二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讲义 讲义的第二页 此生不正禅定 如何投身对应的天界 这里问说 凡是离遇而未能陷入初禅的人 此人命中不能投身初禅天吗 这里讲的离遇 他是指把遇见的烦恼 酒品烦恼通通都断了 遇见烦恼通通都断了 这个叫做离遇 这里的离遇是这个意思 不能正初禅 但是他已经断了遇见烦恼的人 这样的人命中 到底可不可以投身到初禅天呢 有不说可以 就是说他要有最基础的定律 也就是出禅前的未知定 他依止出禅前未知定 断遇见的烦恼 因为遇见的烦恼系服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他死后他可以投身到 因为遇见烦恼通通没了 所以他不会再往遇见投身 他会投身到初禅天 那在这里啊 这个诚实论他就举经文来反问尤部 他取的是《中阿含经》第168经《易行经》 经中说 现在此地 此地就是指御戒 你要先在御戒入定 然后你命中能够投身到 与禅定对应的天界 也就是说 如果你御戒能够入初禅 那你死后你可以生初禅天 如果你在御戒可以入二禅 那你死后可以投身到二禅天 依此类推啊 如果你在御戒能够入飞响飞飞响触定 那命中之后啊 可以投身飞响飞飞响触天 所以诚实论就问说啊 那你怎么说啊 在这个御戒不入禅定 而能够投身到对应的天界呢 有部回答说啊 当离狱的时候这里的这个 我画虎有四十五道吗 你把它画掉 当离狱的时候啊 这个离狱像刚才讲 就是说你 我们把御戒的九品烦恼 通通都断了 这个叫做离狱啦 过去未来的禅啊 都得到了德 借由过去未来禅定的德啊 他的报 而投身到对应的天界 所以在这里啊 上个礼拜已经解释过了 那我再简略的说明一下 我们讲说 德的作用像神子 他把两个东西联系上 一个是法 一个是众生 他把这个 因为法是刹那灭的嘛 所以他把这个法啊 把他不管是过去 现在未来啊 他要把他联系到 这个众生身上 让众生不失去这个法 这个叫做德 那我们刚才提到 德本身也是一个法啊 他是心不相应刑法 换句话说 德本身又要一个东西啊 让他把他联系上 跟众生叫做德德 可以理解吗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说 那德德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法啊 那是不是还要再成立一个东西呢 一个法让德德跟众生联系上呢 所以在座有人说德德德 然后再接下来德德德德德 所以会有无穷的过失 有部就说啊 这个德德将德德啊 把他联系到众生身上 靠的是那个第一个德 所以德德啊联系这个 将德跟众生联系 然后呢 这个 第一个德叫大德嘛 然后呢 德德是称作 小德 谁德 就说啊 大德是靠小德 联系在众生身上 那小德是靠大德 联系在众生身上 彼此依靠啦 彼此帮忙 就不会有无穷的过失 那刚刚讲到这个过去禅定 这是指说 这个人他以前曾经得到出禅嘛 过去是曾经得到出禅 那在今世不限期 那借由这个后报 后报是第三生以后才受报 然后他可以投身到这个出禅天 现在是不正出禅 下一世能够投身到出禅天 还有一个可能啊 是因为他过去世 不知道是哪个过去世之前啊 他曾经证过出禅 所以啊 借由这个以前的这个过去世的这个夜啊 而投身到出禅天 这个叫做后报 现报就是你这辈子造业 你这辈子就得到果报 然后还有申报 就是说你这辈子造业 下辈子才得到 比如说得到果报 比如说你这辈子正出禅 下辈子就投身到出禅天 这个就叫做申报嘛 那如果你是这辈子以前 就是说过去世证的 你下辈子得到 投身到这个出禅天啊 这个叫做后报 第三生以后受报 所以他刚刚提到得得的概念嘛 他说啊 这个 他要保障这个过去出禅的得嘛 所以讲到得得 使这个大得他不会失去 使这个大得的作用不会失去啊 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是 如果在这辈子没有正出禅 那死后也可以投身到出禅天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不如他这样子解释啊 他说 他有提供两种解释 他说第一个啊 是 在过去世啊 就已经正得出禅了 所以现在是啊 虽然没有正出禅 可是借由这个后报业的缘故啊 在第三生以后受报 所以啊 下辈子可以投身到出禅天 那他讲到说这个 过去出禅啊 有这个得得 他能够使众生啊 不失去过去出禅的这个得 就是说借由这个得啊 或者得得 把这个过去出禅啊 看 把他跟众生啊 联系在一起啊 使众生啊 能够借由这个 这个过去的出禅啊 正得 在这个来世啊 投身到出禅天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 刚刚讲到说 这个行者啊 他此生是没有正出禅的 但是啊 依欲戒定 也是可以断欲戒的烦恼 哦对不起 我说错了 依未知定 出禅前未知定 依这个出禅前未知定啊 可以断欲戒的烦恼 那在断第九品烦恼啊 我们讲说烦恼有九品嘛 那要断这个九品 每一品烦恼的时候啊 都会 如果以修获来讲 会经历这个 呃 会经历这个 一个无间道 和一个解脱道嘛 那在第九品的时候 是第九品解脱道 在这个时候啊 等于这个行者 他欲戒烦恼 通通都断了 他没有欲戒的戏服 这时候啊 说 他得到未来出禅 这时候行者得到未来出禅 那这个未来出禅的德啊 他也有德德来保证他 因为他得到了未来出禅啊 所以他来世生出禅天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 这辈子不正出禅 是为什么能够投生出禅天呢 有部提出两种解释 第一个是过去生就曾经得出禅了嘛 那借由这个后报啊 而投生到出禅天 第二个是啊 他断这个欲戒第九品烦恼的 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啊 他就是说当某一种 就是说当某一层次的这个烦恼 全部断干净的时候 他会得到某一种潜能啊 这个潜能就是未来出禅 那借由这个潜能来世 也可以投生出禅天 所以有部提了两个解释 那对这两种解释啊 陈时论一种买单 另外一种不买单 哪一种买单呢 过去的那个嘛 后报的那个陈时论说OK 可是这个未来出禅的德 他就不认同了 所以我们看讲义第三页 论主评论的部分 针对这个未来出禅的德 陈时论评论说啊 未来的业又没有造作 没有生起啊 不应该获得果报 那针对过去世呢 他说啊 过去世诸禅 曾于心中生起 如果给予果报 就没有什么缺失 意思是说 即使今生未正禅定 借由过去世禅定之业 也能于命中后 投生到对应的天界 接下来再进一步去探讨 是否有未来法之德 陈时论的立场 他是否定的啦 他说不应得未来租业 如果未来租业可以得的话 一切未来租业都应该可得 由于什么障碍的缘故 因此有得或不得呢 如果上未生起的法 可以在现在得到的话 那因为这个卫生的法 到底有什么障碍 有得不得 这是陈时论他指出 未来得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由布在这里表达说 必须要成立未来法的 现在得的概念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这个经中讲到 有学圣人他有八支 无学圣人有十支 如果没有未来得的概念 这个八支跟十支 就不能够成就 有学八支就是指有学八正道 那无学十支就是无学八正道 再加上无学正解脱 还有无学正治 那无学正治就是指禁治跟无生治 那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 凡事一第二禅等 等就是指以上 入正法位也就是见到 这个人得到未来正思维 下面有解释说 第二禅是无觉以上 就没有觉观了 觉观被解释为出系的思维 那依这样的禅定 见到的时候 既然是无觉观 所以正思维就不限起 现在没有正思维 现在没有正思维的话 那有学圣人怎么能够说 他具有有学八支呢 没有正思维 现在没办法 现在没有思维 所以没有有学八支中的 这个有学正思维 所以有部的意思是说 因为现在不限起 所以我必须说 他作为一个未来法 在现在被得到 依这种没有觉观的定 见到的时候 所以有学八支就少了一支 少了有学正思维这一支 因此必须说 这个正思维 作为一个未来法 他必须在现在被有学圣人所得 才具足有学八支 再讲到禁制 有部很麻烦 他这个分析 解释明相解释得很细 那他认为 见跟智是不一样的 下面的跨幅里面有解说 有部认为见和智不一样 见是指推度 也就是推论的意思 智是指决断 他认为说 你当你推度的时候 你就不是决断 那当你决断的时候 就不是推度 所以这两个是不能一起出现的 那禁制是属于智 正见是属于见 所以当这个禁制现前的时候 说不能跟 禁制现前 他不能跟正见同时聚起 那这样子不是有学 他成为有学圣人的时候 十支里面不就少了这个 无学正见吗 所以有部说 现在没有无学正见 可是他作为未来法 在现在被 这个阿罗汉所得 接下来讲到 有人依无设定得阿罗汉过 此人得未来正思维 未来正语 未来正业 未来正命 我们讲说 能够依止来得到的禁定 所谓经中讲到 所谓七一定 各位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 七一定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空无边处定 事无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不讲非想非非想处定 那论书解释说 因为非想非非想处定 这个心事很 很维系 很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他的这个 太维系了 他的这个 觉察明了的程度 很低 是定多会少 所以没有办法 依非想非非想处定 来得到 虽然讲七一 下三无设定 下面三种 不是指最 没有包括最高的 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 那 无设定的话 他是第二禅以上了 他一样没有觉跟观 没有出系思维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阿罗汉 他也没有无学正思维 所以无学正思维 他不是现在法 他是未来法 那这个未来法 必须被这个阿罗汉 在现在所得 阿罗汉得未来正思维 然后又讲到这个 未来的正与正业正命 这是因为 无设定 他是没有设法的 无设 那我们讲说 生口业 他的本质就是设法 所以在这里 在一无设定的时候 没有设相 没有生与业 正与就是与业 正业是生业 正命包含了生与业 所以这时候 无学正与 正业正命 都不是现在法 在现在不能献起 他们是未来法 那说阿罗汉 他是具有无学实资的 所以有部说 这个未来法 在现在被阿罗汉所得 就说有部说 在这个一时 是要具足无学实资的 那问题 现在不能献起 你如何一时具足实资呢 那我说阿 未来法在现在得阿 第四点 凡事依第三禅等 等就是指以上啦 得圣道的人阿 他得未来洗 这个第三禅以上 就没有洗了 所以阿 依这些禅定得到的时候 洗不献起 成为未来法 有部的意思 有部的结语是 如果未来法 不能够在现在 被有学圣人 或无学圣人所得的话 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有学八支 无学实资阿 喜阿 他就不具足啦 因此知道有未来法 可以在现在获得 那有部又说 如果没有未来修的话 如何当得种种果味 种种禅定等呢 行者在道类制中 全都得出果所设的各种制 例如法制 类制 苦制 吉制 灭制 道制 以及种种禅定 如果不这样 果等应多次得 为什么呢 种种果都应该在租制现前的时候才获得 这样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知道应该有未来修 我们在课堂一开始的时候 有解释了所谓未来修 未来修就是指未来法的现在德 一样的意思 只是说这个德 他就是有那种修的一种意味在里面 比如说刚才讲阿罗汉正禁制的时候 得未来九种世俗禅定嘛 那你也可以说他修未来九种世俗禅定 那这一段其实 要解释起来是 所以我画湖里面做了很多解释 因为 我有提到嘛 陈时论在这一评所讲的 有部的这些主张 在 聚色论第26卷里面都有详细的解说 那各位想想看 聚色论26卷篇幅有多大 陈时论这一品篇幅有多小 所以他这里就是 预设了 读者都具备了这些基础的知识 所以他就简单的带过去了 所以针对初学者 这一段看起来是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上一周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我再复习一下好了 我是习惯讲道类字 因为玄奘是把它译为类 举摩罗时把它类为类比的意思 讲到这个第16星 有部成立16星嘛 前面15星是在见到位 第16星是修到位 正正果啦 如果是赤地证的话 是正出国 第16星道类字 所以在 这个字道类字里面 他现在所修的是什么字呢 好像在讲废话 就是说他现在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十字品了 智慧有十种 还记得吗 十种啊 法字类字 苦字极字灭字道字 然后阿罗汉的静字无声字 然后他心字 然后还有等字或者世俗字 或者说明子字 那现在就是说呢 用十字来看 第16星道类字啊 他在现在他到底修哪些智慧种类 他修的是道字和类字 用十字来看的话 那有不说啊 这个16星是正果耶 这个他成为这个得果位的圣人啊 他应当要具备 他这个果位该有的智慧啊 所以他说那这个智啊 因为既然现在是道类字嘛 所以现在只修两种 道字跟类字 可是他应当全部都有啊 所以啊 未来修 就是说其他的智啊 其他的智在未来啊 被现在这个行者所得 未来修 法字 类字 苦字 极字 极字 灭字 道字 有不说啊 他有这个未来修的概念 因为 这样子啊 才可以在第16星道类字 这是一刹那啊 在这一刹那啊 就全部获得出国所应得的 所设的这些字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未来修的话 现在只有道字跟类字 那他不具足出国所得的字 他必须这个果位啊 必须在这些字献起的时候 一次接着一次得 不是顿得哦 果位变成说要一次一次一次得 当那个某个字献起的时候 他又得一次果 各位理解有不的意思吗 他说如果我不成立未来修 这样的概念的话 那变成说啊 这个果位啊 他是不能一时顿得诸字啊 他就必须变成当诸字 各个字献起的时候 他就得一次果 得一次果 他说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必须要成立未来修 那接下来我们看 陈时论怎么反驳他 第一点 你有不说 如果未来法 不能够在现在被得的话 那有学圣人啊 和无学圣人啊 他就 这个十支和八支啊 就不具足啊 那陈时论说 这个没有任何妨碍啊 为什么呢 我主张 戒等种种之分啊 是以次第的方式得啊 并不是一下子 一时之间全得 因此你有不所说的 不会成为责难啊 有学八支 无学十支啊 是次第得的 不是一时具足的 所以不需要成立未来得 这个是陈时论的意思 有不是用一时具足来讲 那陈时论说 那我次第得 有什么妨碍呢 没有关系啊 他觉得这个 未来得 来解释 有学十支 无学十支是很多余的啦 再来哦 这个第二点哦 这边有一点 这边有点困难 不好理解啦 我昨天回去思考了很久 你有不说 见到的时候啊 种种得 得到其这个字的未来种类 行者得现在苦字的时候啊 未来苦字种类啊 都称为得 这什么意思 就说苦字现前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也修未来的苦字 还是要说明一下 见到十五星 第一个是苦法治人嘛 就说这时候是现在所修是苦法治人 那在这个时候啊 他同时也修未来苦法治人 他修同种类的 那第二星呢 是苦法治 在第二星的时候啊 有不说现在所修是苦法治 未来 未来所修 所修的未来也是苦法治啊 修同类这样各位了解吗 如果是人啊 就是未来就是修人 如果是修 现在修治 未来也是修治 如果是修苦法治人 未来就是修苦法治人 如果现在是修 比如说灭类类治 那他也修未来的灭类治 然后到第十六星是属于修到位 这时候正出国 在这个修道的位的时候啊 道类治就不一样了哦 他现在是修道类治嘛 然后他也修未来 我们刚才我们刚才讲到嘛 他未来修这个法治 他现在是修道治跟类治 未来是修这个法治 然后这个是可以做排列组合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做排列组合的 所以我懒得写啦 这个排列组合就是说他未来可以 他可以修未来四地法治 四地类治 就是说他也修未来苦法治 己法治 灭法治 道法治 然后呢 未来的苦类治 己类治 灭类治 道类治 所以在修道的过程中啊 他是剑刺德 对不起 在剑道的过程中是剑刺德 然后呢 在正果的时候啊 是顿德 剑道是剑刺德 未来法 然后呢 修道的时候啊 是顿德未来法 讲义 这个第七页第二点这里 你有不说 见道的时候啊 得道其治的未来种类 行者得现在苦治的时候 其他未来苦治种类都称为德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见道十五星 他是剑刺的获得未来法 每一次 就是说你如果修什么类型 你就是得到未来这个类型 那现在针对有部这个 有部这个果啊 顿德未来法的概念啊 陈时润啊 他提出了他的一种看法 他说啊 就好像得到人的种类 这是指投胎作为人啊 因此说为得人的特征 稍微把它改一下字 也不说为在念念中 逐渐得人的特征 此事是指正果也是如此 你看我有稍微改了几个字 红色的字体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人啊 他在胎中的时候啊 你说这个什么 那个名称叫什么 什么杰纳罗什么什么的 这时候比如说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只是一个受精卵而已 他哪里具备人的特征呢 然后呢 可能在慢慢过程中 才有开始什么心脏出现了 然后才有手脚 慢慢的才五官出现了 但是这个陈思润的意思说啊 当你在胎中的时候 你就说 你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个人了嘛 他已经具备人的特征了嘛 就是说虽然没有 可是你可以说是 我们的语言习惯说 他已经有了 已经具备人的特征 你不会说他是 在这个肚子里面啊 然后慢慢的才具有 这些人的特征 陈思润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按照我们 一般的世俗上面的一个理解 当已经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当他已经入胎到肚子里面的时候 你就说他已经 虽然还没有啦 虽然还没有说 还没有真正具备人的特征 可是你可以说他具备 这样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你不会说他慢慢才成为 才具有人的特征呢 陈思润借由这样的一个意思说 所以你不需要成立未来德啊 从这个投胎为人 就可以说得人的特征 你有不需要成立未来德 你不需要说在见到十五星里面啊 你先见次的得到同类的未来制 然后在第十六星啊 你顿得同类或者不同类制 你不需要这样嘛 不用那么复杂 我们就可以 他的意思说 这个当你正出果的时候啊 你就是具备了出果圣人的特征啊 就算不是现在你真正同时都抓着 可是已经可以 就像这个在胎中投胎为人了 已经可以说他是具人的特征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有不需要成立这些 这是陈思润的意思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听懂我所要表达的 所以我在这个白板上 我把刚才所说的 简单的解说一下 陈思润用一个批语来否定有不 就有不讲了一大堆道理 陈思润只用一个批语来反驳他 他说人在胎中的时候啊 还没有具足人的特征啊 但是你也可以说他得到人的特征啊 因此啊 你有不是不需要成立位来修 就可以去说明这个出果的问题了 有不对于郑出国啊 他获得的志啊 他还有一种看法 他说啊 这个 在 就是说行者在剑道的时候啊 次第获得的所有的这些 苦极灭道的这些 法治 都已经舍离 在第十六星的时候啊 在一时顿得虚头还国所设的种种制 话胡有解释吗 第十六星到类制的时候啊 舍离前面十五星个别所得的种种制 再升起总得啊 然后呢 全都得到出国所设的种种制 对于有不这种看法啊 陈时论他不赞同啊 他说种种无漏制啊 获得就不会失去啊 也就是反对道类制的时候 舍离见到所得的各种制 就是在升起总得 陈时论说啊 这个 见到时候啊 所得到的智慧啊 他是不会舍离的啦 不会失去的 那有部就说啊 如果先前见到的时候 所得的这些智啊 不失去啊 那么 德和行就没有差别了 为什么呢 得虚头还果者 就是行虚头还者 有这样的过失 这里的意思是说啊 如果虚头还果 正虚头还果的时候啊 不舍弃在虚头还相的时候 所得的智慧 这样子 虚头还果和虚头还相就没有差别 简单讲就是说啊 如果前面所得的智慧啊 在正果的时候啊 你不失去 不再重新得的话 那你这个 出果跟出果相有什么差别呢 那陈时论回答说啊 如果 德和行没有差别 有什么过失呢 他认为没有过失啊 就如同 成就果的人啊 也叫做行者 这也是如此 成时论的意思是说啊 不需要舍弃 之前见到 所获得的智慧 那其实这里也有点像在 利用一词多译 成时论是利用一词多译 来回答有不 有点像是在玩文字游戏 我们看第二点 德国者由于 又在得到更殊胜的法 因此和这个 就是说这个虚头还相的人啊 有差别 因此是没有过失的 就如同受过五戒的人啊 他在受这个出家戒 他也不会失去原本的五戒 成时论的意思是说啊 相同的道理啊 我 我在 就说相同的道理 正出国的时候啊 是不 不会去舍弃先前所得的 这个见到中的各种智慧 并不需要去舍弃他 不需要舍利 这个虚头还相 在纠摩罗诗里面的翻译里面啊 又译为行虚头还 这是因为那个泛词啊 他有朝向什么什么而行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说有的意思把他翻成虚头还相 有的意思把他翻成行虚头还 就是说因为这个 饭词里面啊 他有这个这样的意思 所以 意思他就采取不同的 译语啊 第三点 德国者 德出国者 他并不因为见到的缘故 而和这个出国 就是说出国相的这个人啊 有差别 就好像啊 人虽然知道最初之事 最初的事情 而又已知道殊胜的事情 因此有差别 此事也是如此 就是指说啊 不需要舍弃之前见到所得的智慧 所以结论就是没有未来法的现在德 诚实论反对有不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再继续看今天所发的讲义 诚实论继续在批判有不未来德未来修的概念 未来德跟未来修是相同的意思啦 未来德就是指未来法在现在获得嘛 那未来修就是指说啊 未来法在现在呢 就说未来法在现在获得啦 就被说为是未来修啦 就被说为是未来修啦 修习未来法 诚实论啊 他说啊 行者住空无我治 这时候怎么去得世间法呢 世间法就是我们在这一品一开始讲的 九种世俗治 也就是欲界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 因此知道得禁治的时候啊 不得九种未来世俗治 正经治的时候啊 呃 陈述论说啊 他就是住空无我治啊 那这个是属于 空无我治是初世间法嘛 那这个禁定呢 他是属于世间法 初世间法和世间法 他是相为的嘛 住初世间法的时候啊 不能同时得到世间法 所以陈述论就这样子 用这样的角度啊 来批评有部说啊 那这个行者正经治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啊 他是不能够 在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得到九种世俗治 陈述论说 在初世间法的 住于初世间法的时候 是不能得世间法 那有部说啊 这世俗治啊 是汉禁治 在禁治升起的时候得的啊 他是要给阿罗汉 做露出定心啊 下面有补充说明 根据大皮婆沙论所说 为什么阿罗汉在正经治的时候 顿修未来三界种种禅定 而不是在其他的时候顿修三界禅定呢 这是因为正经治的时候啊 三界烦恼啊 永远禁除了 就是说一个行者所应当做的啊 通通都已经做了 这时候啊 只需要以这个世俗出入定心啊 来受用种种禅定 就是说阿罗汉他借由禅定来受用宪法乐住嘛 因此在正经治的时候啊 顿修未来三界种种禅定 这里是说啊 阿罗汉他没有什么好要在做的啦 他只需要去受用禅定之乐 所以啊 他需要具备四禅八定的潜能啊 只要他愿意的 愿意修定的话 就可以正正这个禅定 对于有部这种说法 陈时论不赞成 他说啊 阿罗汉心相续生啊 念念都是清静的 如果又得未来世俗久制 未来的眼智明觉啊 也都应当啊再得 如果不这样啊 不应只得未来世俗久制 就说陈时论的意思是说啊 为什么你只讲阿罗汉正经治的时候 能够顿得未来禅定呢 其他的这种种种无肉功德 也都也都是顿得啊 为什么你只针对未来世俗禅定来说呢 那讲到眼智明觉 我们以前也有解释过啊 经文我们也读过还记得吗 叫做转法伦经 内容是描述佛陀在路也愿 初转法轮说法的内容嘛 那他那次其实是三转四圣地法轮 所以我简单的再复习一下 三转就是四转劝转正转 四转的内容啊是说 就是介绍四圣地啦 此事苦此事急此事灭此事道 那这个是属于修道所正四地 那劝转啊 内容是说此苦应知此急应断 此灭应正此道应修 这是属于修道所正四地 再来是正转 内容是说此苦以知此急以断 此灭以正此道以修 这个是无学道所正四地 那这三转啊都各自升起眼智明觉 眼啊是关键的意思 智是决断的意思 明是照了明了的意思 觉是警醒觉察的意思 都是可以讲都是会的一种作用 眼智明觉都是会的一种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